民進黨的立委 民進黨的總統 到了林源跟大家講 只要陳其邁順利當選的話 那高雄這個事情一定會好好來做 那現在是不是請行政院跟蔡總統 跟他講 對 因為陳其邁不是高雄市長 所以我們要沒收了 那也好 讓大家死得甘願一點 那現在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這是十一月的事情 現在已經是五月了 所以已經整整過了六七個月了 那如果說這個林源的延伸線 你確定不做 那你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對不起 我當時承諾的就是 如果陳其邁當選 所以這個就是過去有說 而且過去認為這是可行的 現在不管是整個計畫說 要重新再評估或什麼 你都會被檢視說 如果今天的市長不是韓國瑜 你是不是態度還一樣 如果市長不是韓國瑜 你是不是就真的 趕快把經費扒下來 趕快開始動工了 那等一下會講到那個話題 我也順便跟大家先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主持人已經提到了 迷陀也是一樣 不管你現在對迷陀的 所謂一千四百公頃當中 如果你要做大機場 可能站到一千兩百公頃 然後只剩下一點點兩百公頃 整個區都要簽民生 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然後不可行 影響我們的空軍實力等等 都不管 我給大家看兩件事 就是在二零零六年的時候 當時還是民進黨籍的前縣長 楊秋新就已經提了 他認為應該在高雄縣的 迷陀蓋這個國際機場 兩千零六年 那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現在所有在批評韓國瑜 要把迷陀蓋機場的民進黨議員們 當時你可能還不是議員 當時你可能是來的民進黨議員或立委的助理 你當時也是認為這個東西 姿勢體它會影響國安嗎 然後到了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陳菊當時他是高雄市的市長 他也認為 其實這個話題我們談第二次了 因為上次不是特別講迷陀的時候 光是一個高雄需不需要有大國際機場 所以就說黑不開錢 根本不需要 可是陳菊覺得需要 那陳菊覺得需要的時候 你不說黑不開錢 現在韓國瑜認為應該需要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對 因為韓國瑜又要發大財又要騙他錢 好那地點是迷陀 你覺得有問題 那陳菊市長 當時挺南部國際機場 應該要簽進 弄一個更大的比希望更大的 二十四小時的 能夠更大飛機起降的 他有沒有說 他說希望機場能夠簽到岡山或迷陀區 需要從長記憶 陳菊說要從長記憶 所以陳菊也沒有說怎麼樣 他沒有說一定 對啊 那韓國瑜現在有說不要從長記憶嗎